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两周前呢,我在蓝展买了这株美丽的卡特兰 Francis Fox Sunspots 之前呢,是有三朵花 眼下呢,只剩下最后一朵 非常香,非常美的卡特兰 它的根呢,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呢,都有一点点发臭 所以呢,我打算把这些根呢,全部剪掉 因为你看,那儿呢,有两个红色的牙眼 这些根剪掉以后呢,我打算把它们用 拌水培的方式,重新种起来 当然啦,这朵花呢,我会把它剪掉 那我现在呢,就打算呢,把它收拾一下 我现在呢,就把这个发黑的根呢,全部剪掉了 还留了一点点,其实这几条根呢,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留它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起一个固定的作用 这样的话呢,有一点点根在下面呢,比较容易稳定 另外呢,我准备了一条铁丝 这条铁丝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它起一个固定作用 我会把这条铁丝呢,和这个株植物呢,绑在一起 这是我打算用的桃粒,已经泡过,洗过了 这个呢,是我打算用的杯子 这个杯子呢,我刚才已经粗糙的剪了三个比较大的孔 这样的话呢,它的水呢,可以流出来 这个呢,是外杯 恰恰可以和它成套 那我现在呢,就用夹子呢,把这个植物呢 和这个铁丝呢,绑在一起 绑了两次 在两个不同的杆上,固定的非常的稳 这个高度呢,就恰恰的在这个 这个芽呢,刚刚能露出这个植料的表面 在这个盆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条铁线呢,一直到盆底 这样的话呢,就起一个固定的作用 这株卡特兰呢,现在已经入盆 你看它原来的这个老杆,有一点发黄的这个老杆呢 紧贴着杯壁 那它相对新一点的杆子呢 有新芽的杆子呢 就在盆的正中间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芽眼 这边也有一个 另外这个杆子上呢 也有一个芽眼 有一点深 比较,还比较小 看不清楚 这些芽眼呢,就在这个盆的正中间 这样的话,等它们新芽长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生长的空间 老杆呢,紧贴着杯壁 那就是这样子了 那浇水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这株卡特兰呢 现在一点根也没有 所以的话呢,水呢 可以加到三分之二处 可以加到这个位置 因为还在杆的以下 并没有泡到这个杆子 等它长根以后呢 水位可以随之下降 通常呢,就保留在这个 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呢,可以加的高一些 因为它没有根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株卡特兰 Francis Fox Sunspots 在没有根的情况下 逃利,半水培 在一两个月以后 等它有新长势的时候呢 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喜欢我的video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